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第一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一开始要提这个事回顾过去 但是我们等一下也会前瞻未来 我们谈到政府从1987年开放民众 前往中国大陆探亲以来 两岸民间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 但是官方也仅止于白手套 也就是台湾的海协会跟中国大陆的海协会的接触 像前董事长孤政府跟前会长汪道涵 所谓的孤汪会谈多次会面 写下了非常多重要历史记录 不过这九二共识正义 也因此延续到现在都三十多年了 那我们知道过程当中 因为政党轮替两岸的交流难免是时冷时热 那么两岸都有学者专家组成智库 针对政策议题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当然也有些交流就是二鬼对话的机制 但能不能够沟通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 在2012年他曾经参与中国大陆智库所举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 多年来也持续关注两岸关系互动交流的 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教授董立文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董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回顾过往在当时2012年 是马英九总统执政是他连任 那当时获邀参与您是以学者身份并没有党职 当时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包括你还有当时人民进党的发言人罗智正 就前立委嘛 还有卸任陈水扁办公室主任陈松山 当时你被邀请会不会觉得有点讶异 那是2012年的事 其实今天的情况跟2012年你可以这么说了 已经整个人事全非 那如果说要回到2012年的话 那其实也并不亚裔 因为我本来就是两岸交流嘛 我常常参加了 那那一次也是比较特殊 就是说2012年当时的马英九总统 他刚好连任 那一年的中共 他们应该是想说能够扩大 跟台湾各层面的接触交流 所以在那个时空背景下 他们特别邀请了就是我们三个人 明显的具有民进党背景的人去参加 在那个云南的藤冲 然后当时的王毅主任还单独的请我们三个人吃饭 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说 那个时候的两岸的政治形势比较宽松了 然后当然这也跟中共2012年那个时候 他往下 他其实中共那时候要推两岸的政治谈判了 所以他才要广泛的接触 台湾的社会的等于说各阶层的人 希望能够减少主力 这个是当时的背景 好当时其实中国大陆也会提到台独 这样子也反台独的立场 但是就像教授您感觉会推测研判 就中国大陆他希望能够再拓展 跟台湾的一些交流 或党外所谓的民进党人士的交流 当时在民党方面应该是鼓励我们多多交流 是这样子 当然就是其实双方都希望借由交流 增加彼此的了解 增加彼此的沟通减少误判 这个是基本的出发点 但是我刚才非常强调 就是今非昔比了 因为整个政治环境不一样 主持人刚刚谈到一个台独的问题 对不对 光是这个台独的问题 今天所谓的台独 中共所定义的台独 跟2012年中共所定义的台独 已经大不相同了 在这里我要先强调一句话 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说 这个最喜欢台独的就是中共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中共它是把两岸关系定位为统独之争 那个就是民族大义之争 中共是绝不可能承认两岸关系是民族跟专制之争 谈民族跟专制之争 中共多没面子 对不对 那当然是回到好这个中国的民族大义 好 那他就可以振振有识的骂那些台独 这个树典望族 对不对 汉奸 对不对 他声音就大声了 可是这个问题就说 那台独的定义是什么 过去中共其实非常含糊 虽然他的行动上的表现 他常常表现出来 可是在文字上面 他其实是非常含糊的 那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不变的本质 就是什么叫台独 台独的权势权是掌握在中共手里面的 这就是我刚刚说他最喜欢台独了 他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台独帽子的工厂 我举例来说 对民进党大家耳熟能详 民进党为什么是台独呢 因为是法理台独 切香肠是台独 去中国化 可是对国民党 他也制造好了好多个台独的帽子 什么台独隐形台独 还有台独逼惑 这个变相台独 简单的说 只要你是拒绝 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 你就是台独 从以前来说 从实际的两岸互动来说 1996年 这个台海飞带为期 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修改了宪法 第一次直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当时中共就认为台湾在搞台独 这个叫台独 所以就发起了封锁的飞弹的军演 一路到现在 今天更糟糕的是什么 中共不是发布了惩戒台独22条意见 他披头就说22条的法律意见 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跟刑事诉讼法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那你如果不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 你就是台独 简单的说你主张中华民国 本来就是台独 你分裂国土 你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此之外 22条的意见里面 他对台独的定义 他是分几个层面来定义的 当然第一个有政治的层面 有法律的层面 有外交的层面 有历史的层面 有这个什么文化的层面 也有那个什么新闻传播的层面 他里面写的 全部涵盖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政治生活 每一个涉及到的生活层面 其实都被那个台独定义给涵盖了 简单的说 从外交的层面来说什么叫台独 如果我们台湾想要跟外国政府 接触交流建立邦交 这个叫台独 如果你们台湾想要参加 这个国际组织 这个就叫台独 所以今天的台独 跟过去的台独 我觉得等于是说 他对台湾的这一种真正的想法 他已经表露无遗了 就是说对中共来说 他就是要消灭我们台湾的 除了中华民国体制之外 还有民主自由的这种体制 就跟中共对待香港 是一模一样的 简单的说 中共眼中里面 他留岛不留人 跟香港也一样 他要的是台湾这个土地 所以说你们台湾人怎么样 反正都被他定义为台独 是所以就陈竹刚教授提到的 中国大陆在六月份公布 这个反独二十二条 关于依法承治台独 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二十二条涵盖了全部 可是他就说 不是要是针对某些特定的人 前阵子有把十个人 过去他所公布的 包括我们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还有我们的现任的 副总统 夏美琴等等 有十位都是 中共当初也是这样 跟香港人讲的 港版国安法 还记不记得 对不对 那个港版国安法的定例 中共也是说 是对少数的香港 这个港独分子 可是那个港版国安法 一实行下去 以及你不能只看那个法律 你要看看中共在香港 所有的配套的政策 还有配套的措施 他基本上正在改造 所有的香港的体制 这里面包括他的选举 已经整个改造过了 不是中共允许的人 根本不能参加选举 那已经不是民主选举了 也包括他所有的教育体系 对不对 包括他所有的新闻媒体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部以港版国安法 为名义的全部的体制 简单的说 他就是要整数 亲戚所有的香港人 所以刚才主持人 你谈到的 国待拜现在也在跟我们说的 当我们台湾人是傻子 好那么提到这里 就是我们看到香港 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变 我们台湾要紧急在新 那提到这里 谈到台独 其实比较新的一场 两岸关系的研讨会 就是8月17跟18 在山东青岛 所以在今天特别请教授来谈 过去他定义的台独 跟现在所定义的台独 那这次他们所打的是一个民族认同 其实也有谈到台独的定义 媒体报道有一些讨论了 他们要探讨什么叫台独 文化台独吗 我不知道2012年 当时你们有讨论什么议题吗 那个时候老师还有印象吗 当然有 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 我刚才说的话 因为那是马云九执政 所以在所谓的两岸的大交流 大合作大谈判 其实回到2012年 马云九连任之后 当时也是中共十八大 中共的十八大 习近平上来 中共的十八大的政治报告 特别提出了对台湾 政治谈判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先就两岸 目前的政治的特殊形式进行程序性商谈 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第二部两岸的军事互信机制 第三部就是前和平协议 那在实际的推动里面 就是说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福贸协议 福贸协议 其实当时的福贸协议 是两岸的经贸类的谈判的最后一部曲 那个谈完就结束了 所有的两岸经贸问题全部打通了 这个就是为了要进入政治谈判 做准备的先奏就对了 所以当时在谈的就是这些事情 那今天在谈什么 他谈台独史观了 应该是这么说了 就是说他们在谈的是 延续了习近平跟马英九 今年上半年见面的时候 14月份的时候 中华民族的问题 跟中国人的问题 中华文化的问题 还沿接着这个台独史观了 那我简单的是这么说了 这个就是没什么好谈了 然后呢 他们自己在那边原地打转 专门在谈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下面是说要反这个台独史观 上面是要我们接受这个中华文化 跟中国人的认同 根源核心 什么是中华文化 什么是中国人 中共现在已经全部把它意识形态化了 然后呢 其实是讨论这些一点营养也没有 然后呢 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帮助的议题 简单的说了 中华民族跟中国人 是1900年 梁启超首先提出来的 就说它是一个历史谬误 就说我们中国有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有5000年历史 这是错的 这两个名识 这两个概念是1900年 梁启超才提出来的 重点是什么 梁启超提出来以后 这100多年来 对于中华民族是什么 对于中国人的内涵是什么 有各式各样的解释 千百种 现在中共是习近平的解释 习近平的解释呢 解释了中华民族 解释了中国人 然后呢 你看哦 如果你不接受他的解释 他还要办理 法律惩治你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就回来谈认同好了 核心的重点在我们台湾 你有中国的认同 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有台湾人的认同 也没有问题 在任何民主自由国家 你的认同不会成为 这个法律上的 被惩罚的一个名义就对了 核心的重点 我就直接说了吧 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 中国人应该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解释 我可不可以在中国大陆 提出跟你不同的解释 在台湾可以 在中国大陆可不行 那问题就来了 这是1900年才创造的词 那一百多年来 有各式各样的解释 在中国大陆 那凭什么我要听你的 你凭什么要 大家都要服从你 然后不服从你 你就用你的政治的铁拳 中国大陆化铁拳 来打向我们 所以你看 在我们台湾 你可以从赖清德总统的520演讲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总统的520演讲 其实有提了一句话 就是说在我们台湾 无论你先来后到 只要你认同台湾 你为台湾这块土地奴隶 你就是台湾人 而且赖清德还故意说了三种 无论你用台湾来称呼我们 或中华民国台湾 或中华民国 一样的骄傲 一样的光荣 你看这多好 这个就是要互相包容 你自称台湾的 OK跟你自称中华民国的 或是说你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三种主张有不同意涵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互相包容 互相团结 你中国大陆办得到吗 对不对 OK 好非常谢谢我们中央警察大学 公共安全学习教授董立文 在今天我们特别针对两岸关系研讨会 我们指的是两岸的这个智库 所办的研讨会当中 特别是在最近有一场 由中国大陆 事实上它是有国台办底下 所属的研究机构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所主办的这一场研讨会 我们聚焦这个是参加人士 包括两岸学者专家 还有有关人士 跟北京涉台官员 那对照在2012年 教授也曾经受邀 前往参加研讨会 我们来看 十几年前跟现在的两岸关系 中国大陆对台的工作 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立场 刚有提到 在这两天 8月17、18号 在山东青岛的这场研讨会 有探导所谓的态度 其实还有一点我想多做一点补充 就是连续大概有三年 它的主题研讨都跟民族认同 是非常有关系的 像2023年的两岸关系 与民族复兴 它的主题是这样 2022年是把握历史大师 共谋民族复兴 那在今年是助劳 民族认同共处 民族复兴都提到 民族的字眼 又加上刚刚我们提到 所谓台独史观 怎么样来定义这个中国 或是民族这个 我想他会不会利用这个台独史观 想要拉进一种文化认同 诉求统一呢 教授你会怎么来看 因为我们如果在时间往前推个半年左右 就是我们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前 其实海协会长张志军 那么在涉台看过两岸关系 杂志上的一个新年的谈话 他说即将举行的台湾选举 是和平与战争的重要的抉择 你看吧 骗你骗了 总统选举结果出炉了 对啊 是那是什么呢 这就是恐吓嘛 选前就是台湾人民要小心 这是战争和平的选择 这是繁荣跟衰败的选择 那结果呢 选完了以后我们一样和平 选完以后我们一样繁荣啊 我建议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要非常关注 中共的一些的动态 但是不要太认真 太认真你就中毒了 你就上他的当了 刚刚主持人一说 这个三年来都在讲 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讲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很好 我也赞成 但谈谈时事吧 实在的做事吧 怎么样的 把经济建设搞好 怎么样的把环境搞好 对不对 怎么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结果你不是 为什么实的不敢谈 谈虚的 这个叫虚的 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 谈这些事情原地打转 我不忍心的说了 从孙中山开始 开始谈的嘛 对不对 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 为什么我讲梁启超 那个时候哪一个人想的不是中国人要复兴 中国人要站起来 哪一个想的不是这样子 好 一路到毛泽东 毛泽东他就讲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他还是回到这一点嘛 对不对 今年是2024年 何其悲哀 中国的历史何其悲哀 到现在还在讲这个中华民族要站起来 中华民族要伟大复兴 问一个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站不起来 为什么现在无法复兴 就过去要拉长历史的眼光 我说不要被中共骗 拉长历史的眼光 问这个核心的问题 当每次中国只要出了问题 到最后都会回归是文化 我举例来说 你看中国历史 因为我就是历史系毕业 我也在教历史 老师是专攻历史 政治方面也多所涉猎 简单的说 你从清末改革 一开始觉得要改是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那个时候还觉得 我们的文化 中华文化很好 我们只要这个施宜之常计以制宜就好了 这个外国强是因为船间炮利 对不对 后来角五战争 不是不是 角五战争那时候 第一次当时的好吧 清朝人吧 就觉得我们中华文化真的有问题 所以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国流洋考察 考察外国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 后来清末的时候还派了两百个儿童 用庚子赔款的钱派两百个儿童 从小到外国去学习 这什么意思 他彻底的承认中华文化不行了 这个要全盘西化论 你去考察外国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文化传统的核心 你把两百个小孩子 从小就丢到外国 不要你接触中华文化 不要被中华文化毒害了 这个就是清末的状况 当然好 我们都知道微信运动没有成功 好就发生辛亥革命了 对不对 1911年辛亥革命有成功吗 没成功 所以才会在1919年 民国八年发生了五次启蒙运动 五次启蒙运动喊的口号有两种 一个是德先生赛先生科学 对不对 跟科技 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的 这个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对不对 那当时本来是思想启蒙运动 所以呢 共产党就是那个时候兴起的 共产党本来就是全盘西化论的产物 所以呢 所以马克思主义就传进来了 当时主流包括梁启超 包括等人都是主张全盘西化论 什么叫全盘西化论 是把中华文化丢到毛坑里面 乳迅说的 那个时候都是主流思想 接着共产党革命成功了 对不对 共产党革命成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问题了 所以呢 毛泽东的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 毛泽东想的 用最好的方式去思考他 为什么我们中国革命到现在没有成功 一定还是文化 中华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在那边作祟 所以文化大革命迫事就 对不对 所以整个过来 你看我们现在还陷在这一个圈子里面打转 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好 那其实提到这场研讨会当中 还有一个角度 我想就请教教授 就是提到这文化 如果说所谓的台独史观 其实他们有触及到所谓的台湾文化台独 所以他们不会对赖清德总统轻松以对 如果从他当选之后到现在 他们的务实的做法 他们会怎么样来看 我们有所谓的文化台独 然后也没有听其言关节型的蜜月起 就是你看一刚开始他当选之后 就已经断了我们一个邦交国 你会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 他说战争跟和平的一个抉择 但结果出来是这个样子 那半年多下来 第一个层面 不要再用中共所制造的帽子 然后在我们台湾互相折磨 我听不懂什么叫文化台独 那个完全是他解释的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中共现在就是没办法了 他所以才会去抓这些虚幻抽象的字眼 文化台独 中华民族 这些来大作文章 因为他没有具体的办法 中共对民进党的态度 必须他自己去思考 就是说其实从蔡英文政府上来八年 八年他已经就把跟民进党所有的大门都关了 跟民进党沟通的大门通通都关了 所以像这种研讨或也不可能邀请民进党人士 已经对没有了 没有了嘛 对通通关了 可是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所有的门都打开了 台湾总要有路走 其实蔡总统本来赖总统今天也是一样 台湾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同时的兼顾平衡 两岸关系跟台美关系 可是问题中共的政策 让现在我们台湾的政府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往那个方向一路走下去 不是我们愿意的 是中共逼迫我们的 好再回来讲 这个文化台湾是什么意思 拿来讲我们的赖总统 我刚刚说了我们的赖总统根本不想谈这个问题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中共他不只是在主权政治法律上 他要管束我们 他要限制我们 他现在连文化连认同 连你的价值观他都要管 他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跟你谈文化认同是什么意思 你脑袋里面是怎么想文化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只针对赖总统 他其实针对的是我们每一个台湾人 只不过以赖总统为名义而已 那可以预见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交流 学者专家是政治的一个前提的话 可能是由于同温层的讨论 但是民间交流还是会更大的力道来推动 是这样子 当然了 所以这个就是中共对台政策的挑战困难 跟基本矛盾 他一方面要反毒 对不对 反分裂嘛 对不对 反外国干涉嘛 他把这个台独的定义无限扩大 把分裂的定义无限扩大 把台湾跟外国的关系无限的扩大 然后同时却说要跟我们台湾人 经济社会多加融合交流 这两种做法基本上是矛盾 是互相打架的 对不对 他一方面要嘛让我们台湾人越害怕 要嘛让我们越厌恶 可是你同时说你要融合交流 我就不知道中共在干什么 所以我一再的强调 他越把精力放在这个什么民族认同 文化台独 两岸的关系会越来越远 每一个人的认同都没有错 每一个人的认同都是他自小到大的成长经验 跟他自己的感情的选择 价值的判断融合在一起的 对不对 这是认同的本质 认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所谓台湾人的认同 所有认同 中国人的认同也是一样的 一定是跟别人比较差异 比如说我看到那个叫日本人 日本文化 哎呀我才知道我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跟他有多么不一样 很不幸的我们今天因为是中共的对台政策的作为 我们台湾人的认同的比较差异的对象是谁 最重要的是谁 为什么我看到他我才觉得我是台湾人 那个他是谁是美国人吗 是日本人吗 是韩国人 no 刚好就是中国人 尤其是中共 这三十年来台湾人的认同会越来越巩固 也有赖于中共的对台政策 还有我们台湾的认同有非常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基因 我们越看他那样的生活 我们越看那样的制度 我们越觉得我们不是中国人 这才是认同的本质 所以不要再讲那些 他是不是文化台独 台独死官 这个都是中共自己制造的术语 我刚刚说了他就是台独帽子工厂 好我记得2016年在节目当中访问老师 刚时谈的是两岸海基海协两会的互动交流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支持台独出现年轻化在台湾 那今天过了几年之后 我要谈的是这场的研讨会 根据转述 因为它有是闭门的分组讨论 那有传出就说 我们刚刚提到所谓城之台独 有这种国安的理由 其实互动交流 大家都会有点疑虑 所以就有人提到 有台湾学者前往中国大陆交流 被中国大陆方面关切了一下 就约谈 当然台湾也会有国安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地方 其实这个两岸的质固跟民间交流 或多或少 某种程度都已经受到影响 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所要带给大家的 就是说从这个二轨的一个互动交流 很可惜的就是说在八月十七十八号这两天 受邀的学者来看的话 我想如果他们能够更把门打开的话 不像老师您所提到的 可能关了这个大门 也许民进党人士是不是也有机会参加 是不是能可以更好 更有沟通的一个机会 什么叫台独 大家可以谈得更清楚一些 好我想两岸关系的互动交流 在目前官方还没有政治的共识之下 二国对话看来可能性很低 那我们还是期待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突破的可能 毕竟国际跟两岸形势都有很大的变化 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央警察大学 公共安全学习教授董立文 针对这个议题谈过去 那么也前站会来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董家授 谢谢您 谢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在会